方天又道 或者事情没有那么严重 或可一毒间在侵入土星人的脑子之后 因为和土星人脑电波发生作用 所以当离开的时候 原来的一个便分裂为两个 我连忙道 你的意思是地球人的脑电波弱 那么它便不能分裂为二 来来去去只是一个 方天道 也有可能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地球上只不过多了一个 来无影去无踪的凶手而已 或可一毒间并不是经常调换他的寄生体的 那围祸还不至于太大 我以首佳额道 但愿如此 在听了如此离奇而不可思议的叙述之后 我忽然发觉自己 便得神经质起来了 纳尔逊先生道 方先生 那种东西在空中移动的时候 你看得到吗 方天摇头道 事实上 根本没有东西 只是一种思想 我怎能看得到 我只不过是感觉得到而已 他是向愿神会总部去了 我感觉得到 他便是离开了牧村姓的那个 如今 当然又是去找新的寄生体去了 我和纳尔逊先生互忘了一眼 我们的心中 有着相同的感觉 那便是 方天虽然已尽他所能的 在阐释着霍克一毒间是怎么一回事 但是我和纳尔逊这两个地球人 却如他所说 是没有法子接受这样一件怪诞的事的 方天显然也看出了这一点 他摊了摊手 道 我只能这样解释了 我道 我们多少已有些明白了 我们一面说 一面仍在向前走 这时 已经上了公路了 由于月神会总部 是建筑在临海的悬崖之上的 所以 我们到了平坦的公路上 回头在向月神会总部所在的方向望去 反而可以看到 那座灰色的古堡形的建筑 正耸立在岩石上 方天转过头去 望着遥远的月神会 面部肌肉 僵硬得如同石头一样 我和纳尔逊两人 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方天的古怪玩意 实在太多了 问不胜问 我们本来 也不准备问他 可是 他维持着那种怪异的情形 实在太久了 而我们三人的衣服还是湿的 就这样待在公路旁上 月神会中的人来来往往 一被发现 便是天大的麻烦 使得我们不能不问 我推了推方天 道 你又在做什么了 方天的面色 十分严肃 以至他的声音 也在微微发颤 道 我觉得 有人在欺骗我们 我吃了一惊 道 什么人 方天道 那三个年轻人 纳尔逊先生连忙地道 他们欺骗了我们什么 方天又待了片刻 突然跳了起来 大声道 不是三天之后 而是现在 现在 他一面大叫 一面身子向前 急奔了出去 我和纳尔逊先生 在一时之间 还不明白 方天是在怪叫些什么 但我们立即明白了 我和纳尔逊先生 我和纳尔逊先生